大家好 今天要给这颗活蝶兰做一个分离手术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母猪 这个呢是在母猪旁边长出的一个侧芽 这个侧芽已经长大 开过花了 花杆已经剪掉了 这个母猪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这个叶芯就不再长新叶子了 所以呢它长出了一个侧芽 今天呢我想给它们拆开 把两颗分开 这样的话分开以后呢 看看这个母猪还能不能再 憋出一个小侧芽出来 强迫它生宝宝 先把这个盆脱开看一下 这根系长得还蛮好的 几乎没什么烂根 只要想办法把这儿给它分离开就好了 上一次呢我也试图做过分离 但是那个时候呢正在长花芽 不想破坏那个花芽就没分成 这回呢试试看 其实分开呢是可以的 因为老的叶子底下也有根 新的叶子底下呢也有新根 是可以分开的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下剪刀 在这儿给它剪一下 一剪的就下来了 还好 希望破坏的根系不要太多 这是那颗新芽上 有长长的三条根 还可以 原来根系在老的母猪上长得更多呀 还好没有被剪断 还不错 都活着呢 那我希望呢 这颗老的上面 在颈部呢还能长出一个侧芽 看看能不能成功吧 刚才剪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地方 根系稍微剪到了一点 这有伤口 还有这儿呢是分离的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呢我把这个地方 有伤口的地方给它抹一下肉桂粉 另外一颗的伤口也一样抹上肉桂粉 肉桂粉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 好这样呢这两颗就分离好了 还是给它们种在原来的盆里 我也不打算单独种了 因为原来的盆呢装它们俩正好 还是要放回去 因为单独换一个盆 还是挺占地方的 还是用原来的盆吧 希望能塞得进去 拿出来容易 塞进去就难了 好这颗不需要做任何特殊的处理 根也蛮好 植料呢也不错 植料刚用了一年多 还是用原来的植料给它添回去 我的所有的蝴蝶兰用树皮植料是最多的 因为我这儿的环境呢湿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用树皮非常的合适 不会不容易乱根 这里面白色的颗粒呢是珍珠盐 珍珠盐可以加可以不加 不是必须的 加一点呢就是为了好看一点 其实没有必要费的加它 只加树皮也可以 如果觉得树皮太干呢 可以稍微再加一点水苔 可以自己调节 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就知道你的环境 适合什么样的植料了 湿度大的呢可以用粗颗粒的 像树皮珍珠盐这一类的 像湿度比较小的 可以用水苔多一些的植料 好了这颗就装好了 希望这颗老的呢能尽快的长出小芽 长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正好做个实验了 好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